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我們板塊直擊的環節 介紹一下身邊的嘉賓 他就是來自《要財證券》的研究部分析員王偉侯先生 Rafi,你好 你好 Rafi,上一集跟觀眾介紹了黃金板塊 亦跟我們推介了紫金礦業 另外,今天亦想跟我們推介另一隻 叫二四六的稅金 不如上一集說一下這個前景 或者說一下瑞金當中的業務 是佔多少百分比做黃金的呢 如果先說瑞金礦業算 大家有留意到二四六 當然,集團方面做的事 當然是以黃金為主要概念的股份 當然,首先簡介一下什麼時候開始在港交所分別開始掛牌 2009年2月在香港交易所掛牌 最主要從事中國的勘探、開採、選取黃金礦石 和銷售的精礦業務 最主要集團有三座金礦 分別都是中國內蒙古的 分別是藍投資的礦場 石人溝的礦場和駱駝場 如果直到去年為止 全年已公佈上來的話 最主要集團先問到的黃金業務方面 銷售佔整個營業方面 收入佔了64.14% 和紙巾方面昨天介紹過的商業 都是六成多左右 但最主要分了三個分佈的業務 最主要是藍投資的選礦廠 最主要做的就是開採、選擴自藍投資 和石人溝量的礦場 而駱駝場方面 最主要做自己駱駝場的選礦和開採 至於最後的金礦探陷 最主要做一些銅 或者其他相關的資源方面的開採 或者是勘探的工作 另外Rafi 大家都很關注國際金價的問題 之前那兩集 你都有提及過 國際金價在2010年的走勢 非常之凌厲 亦做了一個比較 就是紫金業績 上一集你提及過的紫金業績 就一般 都想問你今集介紹這支稅金246 業績又是怎樣呢 回顧去年稅均方面 全年2010年的業績來說 整體表現來說 我可以中立一句 我會先覺得比紫金為止好一點 但主要是整體分佈詳細來說 第一當然看營業績方面 對比09年也有三成本增長 而毛利方面更加到四成一這麼多 你會見到 毛利 營利 毛利 年度入利 還有股東英致物利 都是對比09年有相對程度的不同程度增長 基本上來說叫每級而上 我可以看到稅金方面的打後 如果以一個會計方面的準則來說 成本控制方面在下面的部分來說 就叫做越來越控制得好的 所以相對來說 看另外一些比率方面的話 也會看到整體稅金方面的毛利率方面 如果對比09年全年的毛利率方面 09年方面會去到七成四這麼多 而10年會去到七成七這麼多 整體來說仍然會較紙金為之多 昨天記得大家說的紙金 只有三成多 但整體毛利率方面 稅金到七成多 最主要的流動 也一樣 流動比率方面也是比紙金為之優勝 10年到10倍這麼多 但如果有這麼大的數字 是否一個好 當然理論上 流動比率越高就叫越好 但我覺得整體上 這麼高的流動比率 其實異議程度實質不大 例如說 可能投資物都要簡介過 其實高過一的話 相對健康的 資產負責表 健康情況都仍然是非常健康 但如果18倍這麼高 相對來說是非常健康 但健康這麼重要的前例之下 相對有沒有適當的一個特定的投資 也是一個比較關注的重點 而資本負債比率方面 這次會用一個總負息的貸款 除了總資產來算 集團公佈方面 09年和10年都沒有 零的資產負債比率 因為都沒有任何短期或長期的銀行貸款 相對來說 負債水平也非常健康 但唯一一點 雖然你看到 100的股東回報率方面 都有兩成二 但對比09年的三成半 很明顯有顯著下降 所以這方面 雖然整個業績看起來 好像比指金好 但我覺得整體一句 仍然不是非常兩例 你提及到那些數據是不錯 瑞金的數據也比指金好 另外我也想關心國際金價的走勢圖方面 會否說也好像有背遲的形狀出現 如果你說跟國際金價的走勢來說 其實都會跟 雖然我剛才的數據來說 好像較指金為止有盛 但整個走勢 如果比較反省上來 其實跟指金一樣 仍然是今年開始 跟國際金價有幾倍時的走勢出來 整個走勢圖看到 橙色條線 當然就是國際金價的走勢 而白色條線 就會是瑞金礦業的 由去年8月開始 到現在的股價的日線圖走勢 你會見到 雖然去年8月到今年年頭1月的時候 其實都幾根足過金價 根足的程度 比昨日指金來說 是更為之高 因為相對來說 毛利率方面 瑞金是七成多 紙金方面只有三成多 所以對金價敏感度來說 瑞金為之高 但你會見到 從今年2月開始 開始呈現一個明顯的負持狀況 很明顯這個時期 正正是一個 瑞金或紙金方面 出了全年業績之後 那個是股價表現反應 你會見到大家看過業績之後 都會有些某程度上的不太好 令到整體上面 股價來說 跟國際金價越走越遠 Rafi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 看到圖有背池 在尾巴上 其實都想問是否跟業績有關係 剛才都說過 如果你說背池的效應 都會覺得跟業績有相對的關係 如果說昨天至今 會有些是烏水四流事件 又或者一些不是那麼好的 一個賠霸的事件 令到一些水箱 追討的賠款 所以令整個走勢來講是背池 至於今天 瑞金方面 整個業績裡面 有一點是投資者都要留意 因為以前來說 集團是一個小的納稅人 但現在來說 剛剛一年至全年業績比較起來 整體業績的變化來說 集團公佈了 由一個叫中國營運附屬公司的納稅人身份 有一個轉變 由以前一個叫增值納稅人的身份 由一個小規模的納稅人 變成一般納稅人 稅率方面 就會由三厘變成十七厘 所以隨著增值稅的稅率提高 增值稅部分增大的話 相對利益的收益也是減少的 但是唯一的小小的好處 就是叫英偉番的地方 因為中國營運附屬公司的納稅人身份轉變 政府的補貼 是會因而有增加的 所以整體來說 集團剛剛如果你說 比較回全年的話 集團在黃金以外的其他銷售的 支付增值的一個稅部分 包括剛剛說的因素 假設整個集團 剛剛那個中國營運的納稅人身份沒有改變 完全沒有改變 不會由三厘變成十七厘的話 其實剛剛看回去年一間業績來說 應該那個集團來講 擁有人的英賤物理 即是股東英賤物理 或者全面收入 是會增加了 相對增加6%以上的 所以整體上面 相對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我會覺得 收益就做得好很多 因為多6% 相對來說 可能就會跟足多些國際金價 去年的走勢 但是股價不會跟國際金價有這麼明顯 或者這麼差的一個比較背詞的效應出現了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面 剛才之前的圖表 看到大家特別二月開始 有一個相反的方向走 很明顯正正因為留意稅方面的改變 所以以後看稅金方面的業績來說 也要留意一點 因為接下來 隨著打後的業績 全部都會變成一般納稅人 稅率方面會有所提升 好啊 謝謝Rafi 或者很累的跟我們說一下 這支應不應該入呢 如果說到稅金方面 看看整個股價的話 其實稅率方面 大概現在9倍多 預測稅稅率是7倍多 相對股值較昨天的至今合理 所以我覺得 做中線持有會好一點 暫時買入價 現價 如果支持位 就會在下降通道底部 大概10元左右 中線上網 我覺得可以去到上下降通道的頂部 大概12.8這區間 跨著這區間去到做買賣 好啊 謝謝Rafi 現在先休息一會 各位觀眾 就不要走開了 稍後回來 有我們即場救有問必答的環節 可以把握時間 打電話來 我們的電話熱線 是204-6566 或者傳電郵來 ASK-at-bsgroup.com.hk 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再見